您是家裡有養貓養狗 或者是有其他寵物的請舉手 還沒有過半 好 謝謝 先問這個問題 主要是希望說大家對這整個題目 有多一點點的 一開始有多一點點的了解 甚至是心理上有多一點點的認同 好 那我們的題目這次題目定得非常的明確 那越是明確的題目可能現行越多 這個流浪貓狗的領養的實際行為的推動 實際行為的推動 因為在貓狗這個領域裡面要做的事情太多 所以可以拆分出來的題目非常非常多 那這一次是定義在實際的領養的行為的產生 好 那這個我就不自我介紹 那在這之前我需要先強調一下 我們今天會談到一些數字 會談到一些社會狀況 這個都不是在否定 在這個社會當中有很多人都在努力 但是這麼多人的努力就表示 台灣這個問題已經做得很好嗎 其實不是 我們只是要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好 那也這集謝謝 曾經在這個議題上努力的所有人 可能也包括您 好 那在題目之前 兩個非常重要的基礎認知 我覺得現在社會上有太多人 不清楚這兩件事情 以至於對於動物的態度 把牠們視為一個赤等的生命 首先這個狗狗其實已經被人類巡化上千年了 所以它其實已經變成是一個家蟲 或是這個比較不好聽一點的名字叫加醋 它其實已經是這個需要人類的這個鑽養 才有辦法活下去的物種 它其實本來就不應該是流浪的野生的物種 這個需要大家都知道 那說真的我們可以反過頭來問 就是我們人何德何能有一個像狗狗這樣子的動物 你只要給牠一點點 牠就是百分之百以你為主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動物 其實還是有一些基本自由的部分 包括牠其實需要吃 包括牠的生活環境 包括牠的整個基本的權益 行動的權益 牠可以很快樂的生活 這其實是我們需要先把它認同 才有辦法往下談我們今天的題目 那講到這邊大家有沒有人不認同的 好 因為如果不認同 可能要跟老師講一下 要退掉這門課了 好 那我先來談一下 我們先來談一下這個台灣的現況 那這個是新聞報導 這不是我自己說的 就是大家如果看這個右手邊這一張表格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的這個狗狗的領養數字叫大幅下降 那貓的領養數字叫我一微上升 所以總體領養數字叫大幅下降 好 那我們今天如果focus在收容所的話 裡面大部分比較多的會是狗狗 所以這個問題確實是非常嚴重的 那到這個跟先前相比 其實就是50萬的狗狗就消失了 也就是說牠要嘛就是在流浪 要嘛就是在收容所裡面 這件事情需要大家非常留意 那我都有把這些新聞的出處附上 所以後面這個大家也都可以透過這個連結去看 那再來一個要談的問題 就是好啊 這個看起來台灣明明很有心 台灣人民都有很有愛心 為什麼這個狗狗必須要流浪 或者必須要待在收容所裡面呢 我還是必須要說台灣人非常有愛心 但是我們的愛心也隨著我們對某些議題的認知與否 而有不同的表現 那這個主要就是講 就是先前來自我們公司的一支廣告片 我們特別要談的就是說台灣人看似很有愛心 但是台灣人的家戶裡面有這個毛小孩的 其實遠比於其他國家少 非常非常多 其他國家其實或許甚至到八成九成 但是台灣呢 好丁的數字到兩成 那實際上數字是一成都不到 可以確定台灣是一個非常有愛的地方 不過我們家中有毛孩成員的比例 遠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 收容所 衝突之家 充滿了等愛的孩子們 一直以來 我努力的練球 希望能被世界看見 現在 更希望我們一起用世界的胸懷 接納 珍惜 並為每個生命付出 每次比完賽 都希望能趕快回來陪他們 看到他們開心的樣子 所有疲勞 都一掃而空了 這一路上 很多時候 其實給了我很大的支持 真的很感謝他們的陪伴 謝謝大家 一起愛郎郎 這個台灣人的領養數字是往下降的 然後台灣人家部裡面願意開放 讓毛小孩進來的數字也不多 那看起來就是 如果是這個狀況 還可以勉強接收 因為大概就二子一子 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可是不是的 其實流浪的動物的數量還在增加 這就出現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源頭管制 大家有看過12頁嗎 有有看過的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這真的不容易 謝謝大家 因為其實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然後你願意去看的人 這基本上心理素質都非常強大的 才有辦法做得到 那12頁拍了第一集又拍了第二集 那第二集就是再去反省說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這個問題真的被解決了嗎 那答案可能稍微有一點點負面一點點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非常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媒體熟不熟悉 報答報道者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個媒體 那他在前陣子也做了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專題的報導 那根據這個農委會的數字 我們現在有15萬隻的遊蕩群 那這個數字是不是真實與否 這個我們姑且信之 但是這15萬隻的這個遊蕩群 我們有辦法把它徹底解決嗎 依照目前的做法 那我旁邊列出來這個螢光綠的這些小字 其實是這篇報導裡面的標題 光看這些標題 小標 我們大概就可以對這個議題 有一些粗淺的認識 顯然在源頭管制上 我們還有一些些路要走 好 那這樣怎麼辦呢 就是整個看起來流浪的動物的數量還在增加 可是台灣人領養的數字卻在往下掉 歡迎他們進入家裡的這個數字也不高 那這個問題不是就越來越嚴重了嗎 那解決方法是什麼 我們先回來看就是我們大家平常 是收到什麼樣子的教育關於這個動物 那有人小時候曾經跟爸爸媽媽要求過要領養嗎 有喔 那你爸爸媽媽都怎麼回你 這個他們實在是非常害怕 這個到最後照顧貓狗就變成他的責任了 所以趕快就是先拒絕 所以這個時候這傳遞的是什麼 倒不是說你到最後有沒有養到那隻貓 養到那隻狗 養到那隻烏龜 或是養到那隻兔子 真正的問題是他其實在傳遞給你一個教育就是 這些東西是麻煩的 是不好的 是負擔 這其實就會是一個很大的 我們跟歐美國家在一個認知上的一個差異 那同時我們來看的這個家庭教育 然後你再進來我們再看小學 小學大概是最多會在提到這些流浪貓狗的單位了 但是他們提到這些的時候 內容都在講什麼 在講說這些流浪狗可能會有狂犬病喔 要咬你喔 你要小心 那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認知了 而且他在教你什麼 他在教你害怕這些動物 所以這個整個的教育環境其實並沒有到很好 好 那再來看一下社會環境 就是社會上是怎麼認定這個題目 我們先從一件事情來看 就是我們如果要去看醫生 我們坐捷運或是坐公車對不對 或者是騎機車對不對 那但是這個大家知道捷運上歡不歡雲動物 可以全部要裝在提箱裡面或者是裝進車子裡面 也就是說你大一點點的狗狗啊 我們不歡迎你出現在捷運裡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在看 就是說他對生命的接納程度 因為其實在有一些歐美國家 只是狗狗就是坐火車坐飛機都是跟人一模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都是台北人 那如果像我一樣是鄉下來的 我們一開始租房子的時候 房東會在契約上說不歡迎你養動物 可是很有可能我們就是剛好是領養動物的那個主力 但是我們的領養動物的這個權利都被否定了 那動物真的不好嗎 我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的辦公那棟大樓 是一個綠建築 這個租金非常昂貴 地段也非常好的建築物 但是呢他不歡迎任何動物出現在大樓裡面 然後我們有一次就說 我們只是要辦一場活動讓同仁帶這個小動物來辦公室裡面 那這個有一個family date這樣子 那大樓還是拒絕了 拒絕的原因是 動物會吵會叫會咬人會有跳蚤 那這個呢他講的是不是有 有對不對 動物確實有可能會叫會吵會咬人 確實有可能會跳蚤 可是所有的動物都會吵會叫會咬 咬人會有跳蚤嗎 所有的狗狗都會有這些問題嗎 所以如果因為他曾經有一隻有這樣子的問題 你就整個全部否決 這其實也是社會的一個價值觀的展現 所以這樣子的社會問題會有一些 就是直接讓大家看到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如何 好 那有沒有人在這一塊上面很努力 我們先不談這個公家單位 我們先來談一下民間的補救單位 其實這個我不知道大家有家裡是愛爸愛媽的嗎 有啊有人點頭耶 就是你會當家裡的這種小中途就對了 我爸會去為那些貓貓們 懂懂他會去餵那些貓貓們 對好 那事實上這就是台灣的很多很有心的人 一起來做的一個事情 就是必須自發性 但是能幫到忙的就是會非常有限 就只有在區域的 那能力非常好的他可能會在山上買一塊地 然後當他養了一隻狗兩隻狗之後 然後忽然哪一天變成10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有可能會繼續往上加 可是在往上加其實這對他們 都是非常嚴重的負擔 那成了負擔之後呢 他們有可能就是又要找人來幫忙照顧這些狗狗 然後又一定的花銷要花在這個糧食上面 然後呢這個每年的募款的來源呢 最多這個我們現在新的年度要到了 最多的東西叫月曆年曆 就是三角桌曆 那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公司每年會收到多少種不同的三角桌曆嗎 上百種 也就是說大家其實都在同一塊資源上在搶資源 那所以這個其實對一個民間團體而言 去獲取充足的資源來照顧龐大的狗狗 這非常感謝他們 但是這顯然不會是一個長久之際 所以大家我相信 大家如果有在跟這個新聞的人 很多都會發現有一些這個愛爸愛媽 隨著他們的過世 然後那些狗狗們就變成沒有人照顧 這些新聞我們也是常看到的 好那但是呢我們有要特別提一件事情 就是根據我們最近的發現 就是真正目前台灣人的領養行為 都發生在這樣子的管道上面 也就是說很多的狗狗們都在收容所裡 但是呢我今天養了一隻狗 或者是我養了一隻貓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身邊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我的同事們 他們忽然說家裡的狗狗生小狗了 或是貓貓生小貓了 或者是他在路邊撿到一隻小貓 然後如果我剛好很想養 我就去把它養下來了 像這樣子的行為是目前領養的主力 所以他很有可能沒有解決 原本就存在的這個流浪貓狗術 然後同時這樣子的行為 不會幫助到那個遠在天邊 遠在收容所裡面的貓狗 那所以呢這個台灣目前的這個領養行為 就是可能對於真正的解決辦法 這個就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解決 幫忙促進 那大家也還很常看到一個領養的事情 是發生在信義區 在熱鬧的地方有沒有 就是愛心人士他們會把狗狗帶到那邊 然後大家就會看去狗狗好可愛 那很有可能這樣就發生了這個領養的動作 好 那目前台灣是有一個這個 當初就是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德政 就是我們這個就是我們不會去 就是不會去撲殺狗狗啦 那但是就是說這個配套措施顯然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做好的 好 那這個是我剛剛針對這個台灣幾個現況的一個說明 那有兩個議題我稍微補充一下 一個叫品種 這個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type的人 我們喜歡瘦一點的 有人喜歡高一點的 有人喜歡長頭髮 有人喜歡短頭髮 有人喜歡男生 有人喜歡女生 這個東西其實是天性 我們沒有辦法違背 那所以如果當我想要養一隻狗狗 可是我想養的是特殊的一個look and build 比如說柴犬這樣子的狗 那我們非常歡迎牠就去養柴犬 那可是我們也必須要面臨到意識到一個問題 現在在收容所裡面其實各式各樣的流浪犬都有 但最大多數的是米克斯就是mix的狗狗 那這個就是通常就比較沒有特定的look and feel 所以很難會因為牠這個我們喜歡什麼樣子的狗狗 就去把牠領養進來 像這個我知道就一直很多人喜歡柴犬 然後曾經台灣也流行過這個黃金獵犬拉布拉多 那可魯的時代就可魯很流行 那現在就是這個在收容所裡面 為數最多的其實是一般米克斯的這個品種 所以這個關於品種這個議題其實不在我們這一次的題目裡面 而且我覺得這兩個題目是根本不一樣的 我們其實就是大家喜歡什麼樣子的look and feel 那就去喜歡什麼樣子的look and feel 這是nature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關於領養不棄養這個名詞 稍微就是花一點點時間提醒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題目談的是領養 還沒有動到不棄養 那事實上不棄養也是很多新的流浪動物的來源 就是很有可能很多人就喜歡這隻狗狗 或是買了這隻狗狗 或者是從別人家領養了這隻狗狗 然後發現照顧牠好像有一點點負擔就把牠丟了 這樣的人很多 那把牠丟了之後呢 牠因為沒有被解雜 所以牠在外面又變成新的流浪動物的來源 那個其實是另外一個議題 如果要一起講這個題目又會更難 所以我們這次focus的是在領養的部分 好 最後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相信其實如果動物更健康 人類也會跟著動機更健康 那尤其是心靈上的健康這件事情 其實很難被滿足 所以我們也都看到在人類健康的問題上面 有一些心理方面的疾病 其實是可以透過動物去被解決 那有了動物的陪伴 人更懂得給予 人更懂得怎麼樣去愛別人 所以其實動物對我們的價值遠遠大於 我們可以給牠的價值 可是即使在這個狀況下 還是很多的動物都在流浪 那所以也非常感謝這個小魚這邊 也非常感謝老師 我們希望今年可以有這樣子的題目 在大家的這個智慧之下 一起來找更好的解決方案 讓這些可以幫助人更多的動物回到人的身邊 謝謝大家